我们上一次讲到维摩居士 何词说法第一的弗罗罗尊者 对于大乘根气的比丘说小乘法 所以叫不气机不气礼 气机就是这样的人 气礼就是这样的佛法 这样的佛法正好适合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正好适合这样的佛法 气礼气机 那么维摩居士何词他说 这个此比丘发大成心 终望此意儿 就是中途就隔音之谜 就像我们轮回的时候 全是忘了隔音之谜 但是如果有一个因缘 来引发你 马上原来的那个 原来那个发心 有重心的现象 所以终望此意 每个人都难免 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 你不可以用小乘法来教导他们 他们是有大性根气的佛教徒 出家人 我观小乘 智慧 微浅 非常的微不足道 浅薄 这是维摩居士说的 犹如茫人 就像虾子一样 对吧 我们说过几种菩提 深闻菩提 圆觉菩提 菩萨菩提 佛菩提 那么如果就深闻菩提 而言 相比于佛菩提 那毫无疑问 那就是瞎子 对吧 在佛听中说 一地不知二地是 就是说 这个 华严经讲52位菩萨 52个皆次 41位的菩萨 不知道42位菩萨的境界 是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说 犹如茫人 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子理论 就是没有办法知道啊 众生啊 什么根基 说什么样的法 那么只有佛菩萨 大菩萨才有这样的根基 才能够观基 思教 观基就是知道 它是什么来历 所以啊 他告诉我们 讲述佛法 要对治人们的执着苦恼 要解决人们的问题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 那要符合佛法 对吧 光解决人的问题了 不是佛法了 也不行 光是佛法了 又不解决人的问题 也不行 对吧 当然了 有人向我提出 这发财的法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提出来 说你要去布施 对吧 当然才是法施 无畏施 你要去播种 你才会有收获 对吧 我们就讲说理 对吧 否则的话 我就让你去胡闹 反正给你个热乎罐 绷着 绷着吧 反正总是有一个希望 总是看不到希望 对吧 似乎有 似乎无 那有什么问题 那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更何况如果我们真的努力了 真的耕耘了 收获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如果没有的话 对吧 那就是打妄想 那就是贪 对吧 那么下面的经文是 十日维摩节 祭入三昧 对吧 入定了 三昧就是等次 打破了时空的 时空的局限 对吧 打破了 这个二元世界对自己的束缚 所以三昧叫等持 好坏 高低 贵贱 没头 中间的界限完全都没有了 所以这叫入定 令此比丘 自俗宿命 称于五百佛所 只众得本 回向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既时豁然 还得本心 对吧 这个 我们就是啊 就开始进入三昧 正定之中 正定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 做不到这一边 没有这种三类 因为我们不是指着好 就是指着坏 不是指着高 就是指着低 不是指着难 就是指着你 不是指着 这个银耳鼻舌身 给我们带来的 外界的色成相味 臭法的那种执着 就是人 我是非 对吧 我们总是认为 那是实在的 所以我们总是 住在那里面 不得处理 所以说 你定不下来 对吧 所以心里像 长草一样 没有办法 所以只有 福菩萨 才可以这样 对吧 所以说 经文的意思是 在那个时候 因缘 契机 契礼契机的时候 唯磨据是 唯磨捷 记入三昧 镇定 对吧 打破了那种观念 我们打破不了 其实你也可以打破的 只要你不执着不关爱 你就可以打破 现在你 当你不执着不关爱的时候 你只有恐惧 所以我这个怎么办呢 对吧 像有的人 他入定了之后啊 他一看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他害怕 我这什么都没有了 连我都没有了 对吧 但你的心还有啊 似曾没有了 但心还有 对吧 不是没有了 对吧 于是你恐惧了 你再稍微的挺一下 那么你真的就会突破 对吧 突破心和色 对你的局限的束缚 对吧 与神通力 使朱比丘自知素食因缘 对吧 他用神通的力量 使在座的这些比丘啊 指导过去式的因缘 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佛经理这样说 才使我们今天很多人啊 有一个绝对的误导 这个误导是什么 他以为这个在家出家的这个修行人 或者是某些在家的佛教徒具备这种能量 具备这种能力 于是呢 他到处去讨风 对吧 反正你看我什么便利 反正你看我们家死那口人上哪道了 对吧 往往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更多的人呢 都是不知道的 但你不知道呢 又因为别人有要求 对吧 有要求怎么办呢 对吧 而且这种要求又如此强烈 同时呢 还有一个问题 当你回答 当你满足了他这种要求的时候 又不是白白的满足啊 那怎么样呢 于是这个市场就有了 这个市场有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你说了 对吧 反正你也不懂 不懂就好办了嘛 对吧 所以他就说了 现在你这个在地狱里在那受苦呢 你得赶紧啊 努力啊 还债啊 拿钱啊 他哪知道会花这个钱啊 他就只好找给他出主意的这个人 去安排 怎么安排 我们不知道 佛经里也没这么说 对吧 如果佛经说的 他只能告诉你 对吧 王者七七日内 去做佛事 去供干 对吧 去布施 他没有说让你把钱 放到哪个人的兜里 然后就解决问题了 对吧 甚至有人 甚至承诺 对吧 说我能到地狱里去 找地装王菩萨 把那个生死 不是给你改落 对吧 但是这多有诱惑力的事啊 谁不想多活呀 谁不想多活的人 都是傻子 对吧 但是真正的聪明人 往往也不是真正的聪明 也是冒傻气 对吧 所以这样的故事 经常会引起我们 高度的重视 注意 但是缺乏智慧 极度的盲目 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提醒大家的 这是最关键点 我们常常就希望 法师啊 大师啊 给我点加持 给我点力量 让我知道 但是维摩君士有这个办法 我们有吗 至少我是法师 我没有 但我也希望你不要求这个 对吧 当时那个特定的姻缘 为了教化他 有这种方法 对吧 我们上次都说了 那个 丹田传师 丹霞传师 为了去度别人 把那个佛像披了 烧火了 至少你现在也没有这个胆量啊 所以你不要去瞎胡闹 对吧 你说我敢 那是冒火气 那不是说你有大智慧 对吧 那真正敢的人 就家里头一打架 把佛像摔碎了 对吧 诚惶诚恐 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告别过去呗 对吧 以后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我们只能有这种选择 对吧 忏悔就是告别 不是纠缠 那么正是因为啊 诸比丘自知数十一人 他们曾在过去五百佛所之处 栽培菩提种子 对吧 在五百尊佛陀 那个时候 他们曾经种植过菩提种子 他们曾经听经文法 他们曾经发心师父 对吧 想想看 这个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你今天跑到极乐寺来听听来了 你说是你自己发烧了 还是怎么着就来了吗 不是 不是轻易来的 我告诉你 数是音乐 毫无疑问 对吧 正是间的建立 那绝对不是一事 两事 成无金刚经说的 你若能读金刚经四句记 那你就不是一佛二佛三佛五佛 在种的善根 无量佛 钱你就种善根了 人家一下子我信心 肃然 马上就升起来 哦 原来我这么了不起 但是你别骄傲 对吧 问题是你还没有成佛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闻佛法 我今天能够受益佛法 那就很了不起了 对吧 那你有什么自卑的呢 对吧 但是没有成佛 我有什么骄傲的呢 对吧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既不要自卑 也不要骄傲 所以佛经也说 不卑不看 不卑不看 也不骄傲 也不觉得自己直高气啊 对吧 也没有理由 对吧 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 也可以直下担当 舍我欺水 我就可以做 我就可以担当 我就可以去负责任 别指望别人去做 别人做 那是别人的因缘 你做 那就是你的因缘 对吧 你做 你就能够去 承担如来家业 对吧 你不负责 那你就等于 你失去了一次机会 对吧 那么机遇 往往是给那些 有准备的人 给那些敢于担当 敢于负责的人 因为 往往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对吧 人缘以 对吧 然后看热闹 谁打溜 都不对 你要用独立的 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感悟 自己的决策 去面对人生的现实 不要受别人的左右 别人给你的建议 他应该是佛法的 但是佛法的是通过你过滤的 是选择你自己 适合你的因缘的 那样的一个决策力 才是最有缘的 才是最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吧 否则我们今天 对吧 都是一概而论 那是不可以的 对吧 那么 并学 因此而能够回向 正等正觉 就是阿努多罗 酸料酸不体 对吧 我要成佛 对吧 我们今天听经也好 文法也好 所做的一切功德也好 我要成佛 对吧 我要回向我自己成就将来的无上正当正觉 我要成佛 对吧 我把这些个所有的功德 我要回向给我自己要成佛 那么越是要成佛 自己的我是越淡化越改变 最后的全身心的投入 无所未继的投入 对吧 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有舒服力 当然别人可能会骂你 说这家伙二百五傻子 对吧 的确 那佛服说都是大傻子 否则的话 治疗患跑了就算了 何苦的 对吧 何苦在那个法华经里面 他说化成余品 何苦要说那是五百游巡 你只走了三百游巡 为什么要给那些声闻乘人 去授记呢 对吧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给害他的铁伯达都授记 成佛呢 什么原因 他心里能装啊 对吧 我们现在能装吗 装不了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靠你去说的 是靠你去做的 对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于是朱比丘 豁然开朗 豁然开悟啊 一下就醒了 哦 是啊 我过去 是啊 就种了福田了 怎么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相应啊 这个他入定了 他让他们去回忆过去 对吧 我们今天呢 我们回忆了吗 不知道 对吧 说你是啥 你是啥 说你王母娘娘 前的童女 对吧 然后你就认为 是王母娘娘童女 原来不是有一个 所谓的出家人 给那个出主意 让他的孩子 变成王母娘娘的 什么童子 对吧 要花几万个钱 使劲 就挫点钱 变成童子了 变成童子 还那样 还得吃人饭呢 对吧 还得活在现实生活中啊 对吧 而且给他净身 净身 就整点水 浇浇脑袋 对吧 也花了不少钱 但是我们想想 这个故事 是不是有点 是不是有点 太糊涂了 对吧 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都是依法不依人的 对吧 黄德本源新帝 于是啊 找回了自己 找回了自己的 本来面目 找回自己的 本来面目 是什么 对吧 缘起 星空 哦 缘起 星空 本来面目 对吧 所以叫什么呀 明心 见性 心是 了不可的 性 是 幸空 对吧 无所得 我们都在过客 不断地告别 我们 所拥有的一切 对吧 这个 这是最重要的 于是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的素食因缘 否则你知道 那只是他心通和宿命通 那叫鬼通 对吧 鬼有这二通 对吧 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那么下面的经文 于是朱比丘起手 李 为摩洁足 使 为摩洁 因为说法 于阿蒙多罗三秒三不提 不复退转 这个是最微妙的一句话 这个经典里 对吧 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非常废致 有很多人误导 很多人甚至是洋洋得意的一句话 这句话 我们要加以澄清 对吧 那么经文的意思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 朱比丘一起顶礼 为摩洁足 顶礼的跟 接两只手啊 接 为摩洁足的两只脚 表示无比的恭敬 此时 为摩洁 因为说法 使朱比丘与阿蒙多罗三秒三不提 不退转 什么叫不退转 阿比八字才叫不退转 就是一下子就是登巴地菩萨 不退转 能想想他 既有这样的能力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个问题 我们还要继续探讨 第一次论说 菩萨宿命通有另六种 一是自知宿命 自己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来的 第二是知他宿命 我也知道别人是怎么来的 第三是令他知自己宿命 我能够让别人知道他自己的宿命 而不是他只听我说 第四令他自知宿命 就是使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宿命 第五令他知他宿命 第五个就是使他能够知道别人的宿命 第六令彼所知众生 辗转相知 你知道了怎么样呢 让别人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 我只想说 这样的关心要解决我们实质的问题 对我们的修行有重要的一个 启迪或者是增上的作用 如果没有启迪或者增上的作用 他只是作为一种玄绕的资本 那无意义等于是自欺其人 是不可提倡的 所以在末法时代 人们说神通是可以教化众生的 但神通是有副作用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追求神通 但是我们发现现实中的种种动物 都具备各种不同的神通 如果我们追求的神通 如果是一个业障 那我觉得我们生命的质量 不是升华了 而是堕落了 所以这样的神通 我们往往又没有理由 也没有必要去选择 对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最大的神通 是不执着神通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拥有了智慧 就怎么样 将见怪 不再奇怪 奇怪自败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有抵抗力 有消化能力了 有什么了不起 对吧 那么下面的经文是 我见声文 不关人跟 不应 说法 事故 不认 一笔问及 那么经文的意思是 我们感觉到 我们声文称人 不能观察众生的根基 这是傅罗罗尊者 向释迦牟尼佛诉说 这个原因 就是我感觉到 我发现 我们声文称人 不能够去观基 施教 也说 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根基 没有比丘 没有为摩洁的 辩才和本事 所以不因为众生说法 对吧 这个当然 这个这种说法 只是站在一个 傅罗罗尊者的角度而言的 并不是代表着一个 忠道的思想 因为傅罗罗的因缘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能 也不胜任 到为谋居士处 探病 对吧 所以说他自己 推辞了 说我不胜任 我不可以 我不能去 对吧 所以说我们对自己 要有正确的估教 每个人是理性的 知人者知 自知者明 知道别人是有智慧的 自知者明 自己是明白的 也是有智慧的 我们应该知道自己 如不能夜尽 晴空 你现在没有夜尽 你的造作还在继续 你的感情 还在执着 你没有办法夜尽 晴空 对吧 但是 还有一句话 菩萨往往流祸运生 留了这一点遗憾 怎么样能够去接引众生 方便教化众生 能够使众生因为这一点遗憾 得到一种 怎么样啊 就是同菩萨 同佛法 更亲近的音乐 否则你已经成佛了 我毫无办法 但是你没有成佛 你作为菩萨来讲 我就觉得你身上还有一点 怎么样啊 有一点遗憾 有一点缺陷 我就觉得 你才是最可爱的 对吧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人 对吧 这个人一点缺点都没有 往往大家觉得这个人可怕 这个人你不愿意接触他 这个人有缺点 但你会觉得他又很可爱 那这个缺点 只要不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 你会觉得 你是能够理解和接纳的这种缺点 对吧 往往是这样 所以福福在往往有这样的意思 恰恰我有缺陷 我有遗憾 但是你又感觉到我很可爱 所以呢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就因此 我能够改变你 能够影响你 这就是福福菩萨 不是菩萨 不是现成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如果你没有夜景情空 对吧 怎么样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效法 维摩居士 维摩居士 他的古佛在来啊 对吧 或者阿楚福不动佛活的人啊 至少是 这个八地菩萨 永不退转那个位置了 他是私信为一个居士 来就佛洋化 但是今天有谁能够理直气壮的告诉我 他说 我就是古佛在来 你敢说吗 你不能说 因为你知道 我们末法时代本来就很混乱很复杂 你今天一说 那么将会使事情更加混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要注意再注意 自己不要怎么样 说大话 哎呦 我来历不凡呢 然后再给别人印证 哎呦 我看你来历不凡呢 对吧 哎呦 你是带着使命 你带着责任来的 对吧 哪个人都是带着使命和责任来的 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姻缘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上午的时候 有一个人找我 他说 这个 有人说我根基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你怎么办 对吧 我发现你要 你有点 忘乎所以了 好像 这个环境已经容纳不了你了 你又能有什么了不起 不得了 要有事实来证明的 对吧 前天啊 昨天在网络有个答疑 那一个人说 我将来要当 当总理 当大将军 我要发大财 我要 怎么样更多的人受益 这话说说都是 都是过瘾的 都很了不起 吹牛肯定也不上岁 但是关键的问题 你现在你的学习搞好了吗 你的大学上了吗 对吧 你该负责任的事做了吗 这些东西你都做了 你将来才有可能 你当总理啊 当大将军 你才可能去发大财 否则你这吹牛皮 大家知道 佛教徒怎么 这怎么忽悠人呢 岂不是很麻烦 对吧 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 对吧 从一点一滴做起 不要好高欧远 不要口是心非 不要言行不一致 对吧 不要表理不如一 对吧 不要认为说 呀这别人他不理解我 我郁闷啊 我没有知音啊 瞎承 还是你表现的不够好 你表现的够好 你试试 你又不是为我干的 对吧 所有的人 包括庙里的师父们 包括佛教徒 包括在家的护法 就是 你不是为我干的 对吧 那么大家目的是什么 通过这种承担负责 来完成自己的法神会命 对吧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回到现实中来 哪个人没有缺点 哪个人都是有缺点 对吧 不论出家人 还在家人 包括我自身 哪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可能没有大智慧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把事情做得最圆满 但是我们用心了 我们努力了 对吧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说明 最重要的行动 那更重要的问题是 有些人什么都没做 在旁边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 可以 对吧 完全可以 那么我们也感恩这样的 女人提醒 建议 对吧 我曾经也告诉过别人 你可以监督我 你可以向我提出 任何意见 但是我们只想说 这一切都应该来自于善意 对吧 那么这种善意是什么 不要站着说话 不腰疼啊 对吧 你来做做事实 对吧 我原来的时候 我没有当这个主持之前 我也慷慨激昂 老是发牢骚 老是发表不同的见解 等我一旦干的时候 我才发现 如银饮水 冷暖致死 还有一个问题 我说过 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对吧 包括护法局势 那么如果你要做得好 你可以毛髓之间向我提出来 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平台 让你去展露 让你去表现 可是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只有这几个人在发心 只有这几个人在干吗 对吧 那么我们只能让他去去干 只能让他去不完美的去看 对吧 但是我们要防止说 这人发心不振 这人不是发心不振 往往他没有经验 哪个有经验 对吧 有经验 有经验的人都在社会上淘金了 对吧 哪里有时间跑到这里帮忙 帮忙 对吧 这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动了 对吧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呼吁 我们呐喊 更多的护法就是来到庙里 对吧 积极的建言宪策 积极的怎么样啊 出力 积极的来帮助这个寺院 对吧 完成他外在的更庄严 更美丽 对吧 使更多的信徒 更多的人们都能够 因为这样的庄严 这样的美丽 能够走进佛门中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对吧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我们只能就这样干 我不希望把事情做好吗 希望 对吧 那么 放心的这个局势 或者出家人 是不是 也希望把事情做砸吗 我不 我不相信 除非个别人 对吧 除非个别人怎么样 他别有用心 他希望把他做砸了 他们来看热闹 但是就绝对是极个别 极个别人 更多的人都愿意 把他做好 当然他可能没有经验 对吧 他可能 对吧 他素质太差 他可能 对吧 隔行如隔山 我含着一句话 他们本意 不是要把这个事情做砸了 对吧 包括我自己 但是 我们常常 事与厌尾 活在现实生活中 对吧 无论怎么办 就能面对现实 对吧 所以说啊 你不能夜尽晴空 你不能达到不退准 你不能具备大智慧 你不要轻易的去效法 为谋军事 不是 对机缘成熟的大俄罗汉 或 全教成菩萨 也不能做此说 对吧 你要知道吗 人家是大俄罗汉了 对的那些人 或者是全教的菩萨 或者没有登地 或者八地之前的菩萨 它是根气都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没有必要 用这种方式方法 因为 虽然 夜尽清空 对吧 菩提 五逆 同以法性 对吧 菩提 就是成佛 和什么 杀佛杀母 杀罗汉 破火 而生 除佛 而生 这无力 无力的事 本身是信空的 没有实战性的 通以 法性 只是在 要众生 因缘会议时 果报 还之圣 对吧 你想想 三途八难 圣了观之 虽属患法 夜报终生 却有实寿 可谓 可谓 不可 不小心 不可 不谨慎 对吧 地上王菩萨 下地狱 就像玩似的 就像旅游一样 对吧 而且心里没有 这个地狱的苦 地狱的这种痛苦 上极乐世界 也没有那样的欢喜 他完全的不执着不关 可是你下地狱的时候 会有什么感觉啊 可能是鬼哭狼嚎 好好的 对吧 可能是 真的都吓破了胆 对吧 你上极乐世界 你可能乐得 手不住导 不知道东南西北 对吧 当然清儿就去不了 第一也不是清儿就能下的 对吧 你不干那种事 也下不去 所以说 不是夜尽晴空 不是发大心 不是接引众生 不要冒傻气 不要用那种 说我要学佛佛萨 我要发愿 我要度众生 我要去讲经说法 对吧 请问 你给自己定位吧 我是什么 就做什么 对吧 唯魔君士 是祝佛洋化来了 得到了佛陀的认同啊 对吧 你谁认同啊 对吧 我们要小心 要谨慎 不要冒傻气 针对二称人的执着 才会私用这样的方式方法 这不是 棒三把 对吧 比丘顶礼维莫君士 我看了之后 我当年我讲维莫经的时候 00年的时候 我都消化不了 我睡不胡闹吗 这是佛法的 佛教的伦理观 就违背佛教伦理 但是 他既要遵守伦理 要打破这种伦理 对我们的受复 因为维莫经是探讨空性的 在空性上 就没有三把 没有出家和在家的区别 对吧 可是前提是在空性的基础上 你现在没有空性 即便你有了空性 现在别人还没有 所以你还要遵守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 就是佛教的伦理 你不能够打破这个观念 在家人去给出家人顶礼 这是天经地义的 出家人给在家人顶礼 这是荒唐的 这是没有办法效法的 对吧 所以这一点是请大家要注意的 对吧 因为身无相 体空 因为那个出家人 在家人 没有主宰性 没有实在性 他的本质是空的 所以也没有诋毁 也没有诽谤 对吧 如果我们感觉到了 有诋毁 有诽谤 那才是 诋毁 才是诽谤 我们没有感觉到 那不存在 是诽 是棒 反之各用赞叹 也是诽谤 对吧 人家没有那么好 哎呀 你就说啊 人家是大菩萨 那你不知道 你下地狱吗 对吧 没有那么好 你就说人那么好 那不也是诽谤吗 也是诽谤啊 那没有那么坏 你说人那么坏 那还是诽谤 对吧 往往就是这样 那么只是前者 多无间地狱 对吧 你这个 你这个没有那么坏 你说人坏 你要多无间地狱 没有那么好 你要说人好 那你可能怎么样 你可能升天 你可能 比如做人 对吧 顶多是这样 那么你还是轮回啊 还是没有解决轮回的问题 对吧 那么姻缘不一样 所以结果也不一样 发心不一样 如果你恶意的 那种逢迎拍马 对吧 人家也没有那么好 你也硬说好 违心地说 那这样子 是生不了天和人的 那也顶多 跟你诽谤人 都是一样的 也得下地狱 对吧 所以说 有一句话是赞叹人 赞叹人也得明时相复啊 对吧 你不明时相复 你不等于是捉弄人吗 本来也没有那么漂亮 你说 哎呀 那漂亮的啊 跟西思似的 瞪着眼都瞎说吗 对吧 谁信呢 之婚 大家一看 大家都懵了 这人怎么说假话 都知道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也很麻烦 对吧 而且那个人整天干坏事 然后你就说 哎呀 你看这像浮浮色似的 那也是不在胡闹吗 对吧 那么你不等于误导 误导 浮教吗 那么 大家就会觉得 哦 像这样做坏事的人 居然还像浮浮色的人 那我为什么还不去做问题 既我满足了自己的欲望 同时我还成就了我自己浮浮色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为什么不做 对吧 所以不可以误导 误导是很麻烦的 因为反而如是 即使歌勇赞叹 也不会加到头上 对吧 况且法性外无法 赞叹 既非赞叹 对吧 如有赞叹之我 所赞之法 既是同法尔相悖 所以我们回到现实中来 我们今天的人 为什么抵抗力不够你 因为有我旨 因为有我骂 因为有我的自尊 有我的实在性 所以他消化不了 对吧 否则的话 那法师说你两句 你何以睡着一宿没睡着觉 你何以憋不住 同别人发牢骚 这个怎么怎么样 甚至掉过头来 网言相加 原因何在 对吧 我说过一句话 注册这个责任 是大众会命再如一人 如药不息 罪再如神 会命啊 不是生命 是会命 那么会命 它跟生命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今天看问题 就要透视现象 要看到本质 你为什么还要消化不良力 既然你做人天师表 那我说你两句 又何方 对吧 那么众所周知 那我经历的还少吗 那我去咬过谁啊 我有什么不平衡的 我不也都消化了吗 不也都接受了吗 对吧 我又跟谁过不去 我又打算 对吧 打算跟谁 没完没了呢 不都是原句原算吗 那也就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们希望往道上会 不要往是非上会 不要往这个人我上会 往道上会 往道上会是要打破是非人我的 对吧 我们讲金刚经一直告诉人们 我像人像众生像 受着像 是要打破的 离世间要绝百费的 对吧 你如果不这样做 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对吧 有人老是一再的告诉我 你要去哄他们 你要去迁救他们 你要去惯着他们 对吧 那我就哄爹呢 奇怪了 对吧 我就觉得我爹都 照不照我点情绪吧 对吧 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在负责任 对吧 咱们自己 把门一关 咱们自己家人 咋的都好说 给外人看的时候 咱们希望有最好的那个层面 给别人看呢 对吧 真的可以说就把丑陋的一面 给别人 对吧 我每一次法会的时候 我一再督促 一再叮咛 一再把这责任分工到人说 你们分工不是分家了 你们要去合作 但事实上 对吧 每次的时候 我不说的时候 谁去改变呢 对吧 一时乎有人说 法师脾气真大 法师脾气不好 法师疯了 法师神经病了 对吧 没事就找事 对吧 然后大家都干得那么好 然后法师一下就跳起来了 对吧 那是法师 那确实病得不轻 那事实上 法师没有病 对吧 如果真有人去管的时候 法师不会去管的 肯定会沉默 一定会沉默 对吧 我不会越位的 我知道我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那么 庄主的逍遥游里有一句话说 举事医之不加劝 举事毁之不加举 什么意思 举事就所有的人 世上所有的人 都鼓励我 都忽悠我 我也不更加努力 但是夏威夺说 世上所有的人 都诋毁我 我也不沮丧 我也不伤心 对吧 这个境界是我们 是我们作为佛教徒 最基本的一个 标准 对吧 逍遥游里的一句话 他还不是佛经理的 逍遥游 按道理来讲 应该是道家的思想 知道吗 我们如果认为 佛教 如果有尊严 有说服力 我们连这点都做不到 对吧 我们要练的 不练怎么行的 对吧 那么 那么如是啊 阿维悦智菩萨 闻圣身法 阿维悦智菩萨 就是巴黎菩萨 巴黎菩萨 就叫永不退转 永远不退转 对吧 能够闻到佛法 怎么样呢 能够不办佛 对佛不误会 同时也不赞叹佛 对吧 因为只要跟佛相应 这是最好的一种 学佛 所以我们应当 脚踏实地 一步一驱 对吧 紧紧跟着 佛来学佛 不要跟着人来学佛 因为人终究是不完美的 包括法师自己 对吧 我开诚不公地讲 对吧 我是人 不是佛 虽然我在努力地 使自己向佛的方向迈进 但我肯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即便是释迦牟尼佛在世 也有很多人烦他 恨他 甚至是掌他 又弄死他 这事非常多 包括僧团里 提伯达多 把这个僧团的权利给剥夺了 提倡极端的苦心 穿粪扫衣 一天只吃一顿饭 阿瑟士王的儿子 提琉琉王 供养他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整个佛被冷落 佛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们是很难知道的 但是佛永远是佛 对吧 乌云是揪不住太阳 但是乌云有时候 会揪住太阳 最终是揪不住的 对吧 那么如此体验与破址 交替进行 就是我们要体验啊 我们要体验 佛是什么经历啊 经验啊 佛是什么胸怀啊 同时呢 我们还要破除这种障碍 就是执着啊 那么也就是 我们需要 打破的一些个枷锁啊 一些个我们认为 自以为是的东西啊 对吧 那么如此才能走进 如来的宫殿 因为体验 如果不破址 就是固步自封 如果你体验 光体验了 如果你不破址 你会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看我修行 对吧 二十几年了 你看我学佛的时候 那你们还没来呢 对吧 那么你不破址 怎么样 固步自封 对吧 化地为牢 你呀永远就这样了 你不能进步 对吧 破址 如不体望 体验 即是狂妄 受我迫切执着了 对吧 但是你没有体验 你跟佛不是不相应 那你就狂妄啊 自高自大 也麻烦 对吧 如我们研究 研经文法 即是体验 应当是了意的 才能破址 那你研读经典啊 你听闻佛法 那么你就要回广反照 跟那个佛法去相应 你这样的话 才可以去破址 破址 法 以明理为因 你破法址啊 你要明理啊 对吧 你不明理 你怎么破址啊 然后 随理入贯 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说 你小根梯的人 你给他说 你大根梯的人 你给他说 小乘法 对吧 那是 不对 不弃理 不弃机的 所以说 你要去改变它 对吧 然后 随理入贯 所以根据这个理啊 然后去相应 贯 其实就是相应 对吧 以贯成志 相应之后 慢慢的成熟 所以我们提倡 律师练习 立法观心 律师练习 立法观心 那么慢慢的成熟之后 就会成为智慧 那么以正 以智来证国 因为有智慧 所以才证得阿罗汉国 证得必知福国 证得 对吧 这个无上政党政局 或者是我们能够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都是一个国 对吧 那么 如是我们就能够 步步体验 步步解脱 随时体验 随时解脱 对吧 实时体验 实时解脱 想想看 那你说修行 下手突是什么 就是当下 当下就是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你体验 随时随地就解脱了 所以当下就是解脱 当下就是自在 对吧 那么如是礼佛念佛之计 礼佛念佛之计 对吧 你拜佛的时候 你念佛的时候 切记魅佛求佛 你不要给佛 六须拍马 然后拿着那个 灌果 就捣果 阿弥陀佛 这是我给你买的 对吧 你要多用 我跟你说 我就上 上街里 我到处找 他找着这个 这个果 你好好用吧 对吧 然后你认为 你跟阿弥陀佛的关系 就拉近了 对吧 然后 你光说这样的不行 你还说 阿弥陀佛正是我这样 良苦用心的 你得多关照我 阿弥陀佛 普度众生 哪能说 只多关照你 你要破除我指 阿弥陀佛自然关照你 你让我指没有破除 阿弥陀佛当面都会错过 即使都会是天涯 对吧 所以我只想说 学佛不破指是没有用的 那么古之成大事者 不唯有坚硬超市制裁 亦必有坚硬不拔之制 首先呢 你要是打破我指 你才敢于担当 敢于负责 敢于付出 敢于什么 无所畏惧 这就是一个特征 这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你看到这事不好 扭头就跑 对吧 你看到这也不行 对吧 这个也不敢读 也不敢说真话 也不敢说实话 什么事都昧着良心做 对吧 不敢站出来说 坚持原则 那请问 那我们今天的佛教的正法 靠谁来担当你 你只希望说 呀法师啊 那个千万别走啊 你要是走了 我们如何 那法师又能够承担几天 又能够坚持几天阵地呢 因为他可能已经淡尽良知了 对吧 那你希望他死啊 你还是希望他活啊 对吧 你希望他能够在这种 没有人护持的情况之下 你让他怎么样 对吧 我们不希望说 我领着大家去打架 不存在 我们一切的基础 都建立在法的基础上 对吧 我们不会去起哄 不会给任何一个人造成为难 对吧 我们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危害 如果这样的话 首先我们的信仰和基础就不够牢固 我们只能够提倡一种正气 提倡一种和谐 提倡一种真正的正法 这样的话 那非正义的东西 它才会怎么样啊 才会势力会弱下去 对吧 因为非正法的东西 才会没有市场 那么如果今天说 在你的天天 好像是佛法 到那听听 它好像也是 都好像是 有都好像都有问题 那么岂不是麻烦 正法只有一个标准 它不是我的 也不是他的 是佛经里的标准 对吧 理解佛经 讲授真实的佛经的原意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责任 和在家人需要面对 需要教证自己思想误区的 佛教徒的良心和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的当务之急 那么如此啊 我们呢 怎么样呢 不要媚佛 不要求佛 对吧 不要整几个共国 就跟佛说啊 你啊 帮我调工作吧 你帮我这个 怎么样啊 升两级工资吧 你帮我 琢磨琢磨 发财吧 对吧 佛什么话也没有说 佛也没有说不同意 也没有说同意 我们更多的人认为佛同意了 于是去折腾的时候 成功了 哎呀 这佛给的 因为没同 也没有说 最后的没有满你的愿望 最后的就说 哎呀 这个佛信他干什么 对吧 所以佛一直没说话 就一直告诉你 完全是你自作之受 成功了 是你的因缘 失败了 还是你的因缘 他告诉你的 就是你自己要担当 这样的一个责任 因为 媚佛就是帮佛 对吧 因为你认为佛无所不能 佛什么都能够让你满怨 所以你要跟佛啊 拉好关系 求他帮忙 那你不是帮佛吗 佛不是万能的 如果佛是万能的话 那远的不用说 阿弥陀佛 对吧 大家一轮 就一个是包袱 全都装到极乐世界 不完了吗 何苦让大家还要念佛 去改变我执 改变法执 对吧 然后他来接多费事 对吧 整个地球 全都拿着手下 都拖到极乐世界 不完了吗 对吧 问题是 众生的业力 是很难被改变的 众生的业力 不可思议的 对吧 这不是一个佛 给你弄到极乐世界 然后就能解决问题的 是你必须具备那种 足够的善根福的姻缘 你才可以去得成 对吧 否则把受伏世界的人 弄到极乐世界去 那还不得打架 对不对 还不得划分地盘 那岂不是麻烦 对吧 那也不是极乐世界了 极乐世界 这没有这些东西啊 都联花化身啊 人没有是非男女啊 对吧 没有这样的像啊 联花化身 哪有男女啊 对吧 这有男有女的话 他能没有烦恼吗 能没有欲望吗 必然是这样 对吧 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 我们认识的局限 我们认为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子 那是错的 但是你就看阿弥陀经 你就看观无量寿经 看无量寿经 你才会知道 那个世界应该是 佛说的样子 不是你说的样子 对吧 那么如能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生求 是吧 不执着向佛求 不执着向法求 不执着向生求 常能如此理念 不着即是破旨 所以你这样的话 那就是六祖坛经 告诉我们的 归于三宝 既归于绝正境 那么也就会不执着 不去求 那么不求 就是破旨 那么每个人不求的话 人道无求 品质高 你的执着 也就没有了 常理念 就是体验 常理念念佛 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你心里装着观世音菩萨 装着阿弥陀佛 对吧 那就是体验 因为你和他合二为一 对吧 你得以政治来观照 那么 二乘人认为 把这个生死去掉了 才能够选择 另一个涅槃解脱 突然以为 用政治去观照 生死怎么样 本来没有实在性 对吧 没有实在的生 没有实在的死 二乘人认为 有生死可断 有一个涅槃可断 那么大乘人认为 是没有生死 生死本来没有实在性 对吧 那么自然也就 没有一个 所谓的涅槃 没有一个生死 当然也就不需要 有个涅槃 也就是当下就是 所以我们今天 更提倡什么 佛祖家当本地风光 对吧 就是当下而已 对吧 那么如此 既是诸法性空 对吧 本自不生 又哪里有灭 对吧 生也不生 灭也不灭 灭也不生 对吧 也就是生死 没有自信 如此 又哪里需要一个涅槃的境界 不需要 你只要 不生 不灭 就好了 你只要认识到 诸法空性 就好了 所以说 当下就是 寂灭涅槃 生死 当下 对吧 就是寂灭涅槃 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起敌 生死 涅槃 等空花 你去琢磨 对吧 即使生死 涅槃 等空花 就告诉我们 让我们不要去 对吧 去执着 这一个 对吧 然后去惧怕 另一个 都是错误的 对吧 那么下边经文 是 说是法师 比 诸比丘心得解脱 故我不任意比问及 那么这段经文是说 加丹燕君者 讲完 冇则 这段经文是 冇则 冇则 冇则